公形虫的致病机子 公形虫的致病作用 以虫竹独立 宿竹的免疫状态有关 首先我们看一下虫竹的独立 经典的虫竹独立 是以虫竹对小鼠的独立 来定义的 有强毒株和弱毒株之分 独立表现为清洗力 繁殖速度 包囊形成与否 致死率等等 宿竹的免疫状态 公形虫为机会性致病原虫 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 公形虫在体内的繁殖速度较慢 形成包囊 宿竹一般没有临床表现 表现为隐性感染 而在免疫低下的病人中 公形虫在体内的防殖速度较快 形成甲包囊 并使被寄生的有核细胞破裂 释放出滋养体及代谢产物 毒素 侵犯并损伤新的宿主细胞 宿主则表现出临床症状来 在临床表现上 我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是先天性公形虫病 母亲怀孕期间 首次感染公形虫 可将体内感染的共形虫经胎盘传播给胎儿 引起胎儿的损伤 在孕早期 也就在孕期的一到三个月感染 此时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形成期 可能导致无脑儿 脑炎等等 在孕中期 也就是孕期的第四到六个月 感染 此时是组织器官的形成期 导致胎儿组织发育缺陷 而到孕晚期 也就在孕期的七到九个月 感染的危害较弱 因为此时 胎儿的组织器官及体格发育已经完成 这时候感染的话 疾病发生率比较低 也有可能胎儿在出生之后才发病 对忧生忧郁构成严重的威胁 先天性公形虫病的临床表现为 鸡胎 死胎 脑积水 大脑钙化罩 死网膜脉络膜炎等等 先天性公形虫 死网膜脉络膜炎 占了百分之九十 最为常见 神经运动障碍 占了百分之六十七 脑钙化占百分之五十七 脑积水 占了百分之三十七 第二 获得性公形虫病 死如胞囊 卵囊和素质籽 经皮肤粘末侵入而感染 在免疫力正常的受染者中 多为隐性感染 感染者一般无症状 公形虫在细胞内寄生 以胞囊的形式出现 局部可有慢性炎症 而在免疫力低下的受染者中 表现出急性公形虫病 有以下的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一 长期的低热 乏力不适 干皮肿大 临床症状二 全身性淋巴结肿大 低热及卷带等等 临床症状态 临床症状态 是获得性公形虫病 最常见的临床类型 多建议 核下及颈后 临床症状态 较硬 有橡皮样感 伴有长时间的低热 疲倦 肌肉不适 世卫组织报道 临床症状态 临床症状态 而原因不明的 15% 由公形虫引起 Macabee等分析了107例 获得性的公形虫病 以颈部 头部的临床症状态 最为常见 临床症状三 中枢神经系统表现 由脑炎 脑膜炎 脑膜脑炎 癫痫 精神异常等等 精神异常 则表现为 抑郁 精神分裂症 公形虫脑炎 则表现为 发热 头痛 90%的病例 出现神经系统失调症状 如 抽搐 偏瘫 失语等等 脑水肿痒症状 表现为 神经错乱 痴呆 昏睡 昏迷等等 临床症状四 四网膜脉络膜炎 因为四网膜脉络炎 有膜上 有大量的神经细胞 四罪 四感细胞 这些神经细胞 特别容易被感染 而引起视力的减退 事物变形 关节减低 具疼痛感 其他表现 肝炎 肌炎 心肌炎 肺炎等等 艾滋病感染者的 获得性功勤重病 单一器官受累 为孤立型 建议免疫功能正常者 多个器官受累的波扇型 建议免疫功能异常者 脑占了88.3% 心肌占85% 肺占58.3%等等 五个器官以上的 占了36% 最多可累积16个器官